六十四 頭條日報 批發價格坦生意南造三成雞飯揚言罷市 2015年7月4日港民 皮十四內地公港活雞子去年底爆發禽流感 至今仍未全面恢復供應 引起業界不滿 約二十名雞飯和運輸代表昨日開會 決定先與雞農協商降價 回落至每斤二十八元 如對方拒絕會罷市三個月 食貧富幣藍籍反淡 內地公港活雞減少 可能是內地部門對禽流感檢疫要求提高 本部機者本地雞農政展強指 近期本地活雞批發價達四十至五十多元一斤 零售商經營困難 質疑至今仍未全面恢復外地活雞公港 是否與兩地檢疫制度出問題有關 批發價要降至每斤二十八元 鄭佑表示 會若見本地雞場代表 要求將活雞批發價降至每斤二十八元 若對方不願意 雞蕩將罷市三個月 他說目前已有三十六個雞蕩表示會參與 佔全港雞檔近三成 食物及勸勒呼蔽藍籍籍反舊增液 A因應 H7N9 禽流感爆發風險 內地對公港活雞採取嚴格檢疫要求 令活雞的營運者無意欲將雞隻公港 他又說 政府現時沒有計劃再增加本地養殖場數量 因爲一旦增加養殖場 禽流感風險亦相應提高 現時主要透過恢復外地雞苗 結合本地雞苗支撐香港活雞市場 此外 特區政府已聘請顧問 就香港活家禽業的未來路向進行研究和提出建議 並諮詢公眾